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菲英 相信大家最近最常聽到的新聞 一定是新冠肺炎 許多事情都因此受到了影響 像是學校、經濟、或是NBA 都是很典型的案例 那新冠肺炎會在全球蔓延開來 有一位人士 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是我們的WHO總幹事坎德賽 他在2月3號說 各國應該盡可能避免對中國採取旅遊及貿易的限制 因為這會導致恐慌而且無助於公共衛生 結果就是他這個言論 導致各國都因為相信他 而讓中國的遊客到處跑 也因此讓新冠肺炎蔓延至全世界 他也因此遭到了各國的批評 但到底為什麼譚德賽在那麼多國的批評下 依然會站在中共這邊呢?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啦 那就讓我們開始吧 我們等等會分別介紹這兩點 1.譚德賽的背景 2.中共跟譚德賽的關係 那在開始介紹他跟中共的關係之前 我們先看一下這張圖 你就可以知道為什麼譚德賽會被收成是親中派了 他在1月28號的時候 WHO就有譚德賽發表聲明說 他是不組裝撤繳 他對中國的方式充滿了信心 所以說中國制度是非常值得他國學習的 這些都是譚德賽講的喔 不是我們自己亂掰的 那他在1月30號的時候說 尚未發現中國以外的任何死亡病例 大家都應該對於中國 抱持了一個感激與尊重 而且他好不懷疑中國對於 維持透明還有保護世人的承諾 這個...不以置評 那譚德賽一直多次強調 中國政府是一個公開透明 而且負責任的態度 而且即使向國內外就發布疫情資訊 但是事實上在1月28號以前 早就已經有人跟他講了 但他們就是隱瞞疫情才會變得那麼嚴重嘛 這個事情早就已經被大家所熟知了 接下來是我們剛才有講到2月3號還有4號 他再次忽悠各國就是說 沒必要為了圍堵疫情 限制國際旅行還有貿易 但是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大家都相信WHO導致了現在境外的病例越來越多 尤其是義大利真的很多 那2月12號他就認為說 中國作為有錯嗎 他認為習近平是個有知識的發揮危機處理的領導力 但是如果這樣的話應該防患於未然 最後是2月5號 他稱讚中國為4人爭取時間 使疫情在中國境外擴散速度受到控制 但這個有點就像是在打著他前面的臉 他一開始就說沒有發現任何死亡病例 然後後面又變成說受到控制 但中間就是因為他講了話 所以大家才會讓中國人到處跑 也知道他們現在的防疫困難 那目前最新的是3月10號 他現在才將新冠肺炎列成大流行病 只是目前可能也有點偏晚了 因為他應該早上一個月前就應該被列成大流行病 他那時候就已經符合了列成大流行病的標準 只是譚德賽那時候為了配合中共一直不敢列 現在才列我認為超晚 已經很多人在國外都已經死了 好 那我們講完上面 我們來介紹一下譚德賽的背景 他是伊索比亞人 曾經擔任伊索比亞的衛生部長還有外交部長 2009年7月呢 他當選為抗疾艾滋病、結合病 還有虐疾的全球基金董事會主席 他擔任了兩年 然後接下來到了2016年的1月 非洲聯盟大會推舉他為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候選人 那在2017年的7月1號 他成功就職 然後接替了已經擔任了10年多來自香港的陳鋒附贈 他也是世界衛生組織以來首次來自非洲總幹事 這邊聽下來好像他沒有很差啊 他做得很不錯啊 好像他資歷很豐富啊 接下來我們要看他是負面正義點 我們整理出了三點 第一點是伊索比亞 互亂疫情的相關爭議 那譚德賽在伊索比亞擔任衛生部長期間 曾經有三度 隱瞞國內的互亂疫情 這是非常嚴重的 因為隱瞞太多了啦 而且你選一個WHO總幹事 你不會希望有任何人去隱瞞疫情 一定是讓大家都知道才可以防患於未然 這就是為什麼大家都覺得這是爭議點原因 第二點 任命穆加比為世衛親善大使 那譚德賽上台後四個月 他就任命星巴威穆加比為世界衛生親善大使 那因為穆加比被批評是一個獨裁者 所以因此也公憤 後來譚德賽就撤回任命 華盛頓郵報的評論文章 就有認為說 這個名目加比是 譚德賽為了回報他幫忙在 非洲聯盟的樁腳 或者是為了達現中共政府 大力支持他當選所做的行為 只見太多國家反對 所以才收回成名 不然就是他喪失去了 第三點就是最新的 也就是我們中國大陸新型冠章病毒疫情相關爭議 這點我們就剛才給大家看過了 就不多提了 好 接下來我們講第二點 中共跟譚德賽關係 那我們這邊分成兩個來講 第一個是金錢關係 那中國對譚德賽共投資了4000萬美元 那在2017年的時候 他選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 就給了他2000萬美元 2020年3月8號 中共又捐給世界衛生組織 2000萬美元 那另外 伊索比亞 也從中國獲得非常巨額的同資 從這邊你就可以知道 為什麼很多人都說 譚德賽就是收了中國的錢 因為真的 收很多啊各位 再第二個是 擔任WHO的藥值 那WHO的藥值 也就是總幹事 多半是由北京支持的人士 獲得提拔出任的 譚德賽前任是前香港衛生署長 現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陳鋒附贈 有夠長 一人快卡住了 他在2006年的時候 當選了WHO的秘書長時 中國就盡全力幫他拉票 那譚德賽在2017年選WHO總幹事時 票數原本是低於英國跟美國另外兩位候選人的 但是就是靠著中國幫他拉票 他還成功當選的 綜合一下你就可以知道為什麼 譚德賽會一直跟隨中共的腳步 因為從一開始 他可以上位 就是靠著中共的幫助 個人認為他現在有點像中共的傀儡或是跟屁蟲 而不是一個獨立自主的總幹事 相信許多人也是這麼認為的 這也是為什麼WHO會被許多人笑成是CHO的原因 如果你贊同或是反對我的觀點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你的看法 或是打個加一給我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你希望我今天的講解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有任何想跟我討論的也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或是私訊我的粉絲專頁跟我進行討論 我是菲英,我們下次見 掰掰